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部位所长 各位美丽朋友 各位同仁 大家午安 大家好 请院长一下 委员长 请备训 称委员 你好 委员长 你好 拜登 你说这个摩拉古台风的灾后重建的特别预算 这里面我看到报纸 因为当天我没有扶行 看到报纸是讲说 有某些地方可能他没有灾情 还要把重建发在没有灾情的地方 我是认为说 钱要用在刀口上 假如是真的要有用 因为这样的一个报导 我使这个没有详细的去勘察 然后就说别人没有这种灾害 我认为是非常的不适宜 我在两个常委都讲说我们嘉义市 因为我们市长的一个英明 他非常努力 所以这个下水道他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在嘉义市来讲的话 没有什么水灾 这是大家共认的 但是在巴掌溪跟牛州溪的旁边 我们有上千户 那种N到一层楼高 还为了50公温30公温的补赏会 那真的不可开交的这种情形 我们还去用大国境的抽水机 去把它抽出来 所以在这种情节来讲的话 假如没有到险地去好好看的话 说我们嘉义市是没有这个水饭 我是认为这个是非常不适宜的 也不负责为了一个说法 我假如嘉义市没有水灾的话 那南部都没有水灾 南部怎么是个桥 断掉而已 土树柳 我们家义没有土树柳 没有山 假如嘉义有山的话 他可能会 旁边他也会垮下来 我们那个水 会看到说从上面去到故宫南面 那个是嘉义市的 都有水灾啊 怎么没有水灾 所以我是认为说 这个不要把握我们嘉义市 认为说我们就是没有灾情 这是我要澄清的一个说法 因为大家看才晓得 我曾经也跟总统也跟那个院长讲说 我在那个座檀面的时候 这个平台的时候 我曾经讲说 院长有时间的时候 到我们嘉义市来看看 我们会非常染碎这个院长的 因为我们那个地方当然是比较 人跟地就比较少 所以因此他的灾害 也就是在这个两个 巴掌区跟这个牛桌区的旁边 这个是不幸中的大幸 难道我们嘉义市都要淹垮了 才算是灾期吗 我想南部哪一个地方 我到南部去的时候 刚刚晚上在南部去的 道路也都是很好啊 不是在道路中发生水灾啊 但是都在旁边啊 是不是这样院长 所以院长我要跟报告的就是说 不要戏齁 人家讲什么就听什么 请他到我们嘉义市来看看 我们嘉义市 绝对是一个灾期的这种情形 只不过是在市中心没有 我想这个要跟院长做一个报告 谢谢 是不是陈副主委对嘉义市 有一些报告跟数据 对啊你看看 江委员跟江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划定灾期啊 是有各相关的部份报上来 嘉义市啊 的确是有水灾 那但是就说 我们会看啊 他报上来的这个 是不是五十公分以下的这个数目 那所以 呃 从这个资料来看 嘉义县很多这个乡镇 都化为这个灾期啦 那嘉义市 是没有 但是这个 呃 灾期的划定哦 特别条例这些议算的人 是补强现有的法令 跟议算的不足 是有很多的 准备了 咱们再来 到这边 是有数字的 让我们来找到 那边 突然在那边 那边 就找到 那边 了 这边 给大家 感谢观看